美国载人登月就是骗局 全世界首次载人登月的不是美国 将是中国 老美这几天做梦也没想到 中国怎么会突然就发布了 人类迄今为止最详细的月球地图 这网上还正吵着 美国到底有没有真的登过月呢 结果月球的正面反面细致到 每个陨石坑都被中国给汇制出来了 对你没听错 连美国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 都从来没见过的月球背面 也被我们尽收眼底 要知道国家航天局公布最迟到 2030年中国将实现第一次载人登月 这还差六年呢 月球就要开始姓冬了 中国月球特别行政区的划分图 已经被网友汇制出来了 这李白看了都得改词 举头撕顾香 低头看明月 说真的中国这些年对太空的探索 真的太吓人 跟开了挂似的谁也追赶不上 几乎每一天都在刷新新闻 依莎我真的一点没夸张 你看4月25号 神舟18号发射升空 4月26号 神17神18航天员太空会师 4月30号 神17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5月3号 嫦娥6号任务计划发射 喜讯一个接着一个 媒体都懒得报到了 而我们的目标 简单干脆又唾手可得 九天揽月 对 就是大家最近吵得很厉害的 载人登月 说真的 这要是放在十年前 依莎我是绝对不相信 有生之年 能看到中国成为全世界 第一个载人登月的国家 对你没听错 我就是在说中国将是第一个载人登月的国家 你问52年前美国的载人登月 对不起 我不信那是真的 你也不用跟我告 许你信就许我不信 而且我相信它的机器去了 我不信的是它的人真的上去了 其实它有没有真的登过月 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答案 你就去问问美国它现在能不能做到 它现在不能做到 那它之前就肯定没做到过 因为人类都是在发展在进步的 马斯克都号称要上遥远的火星了 怎么的 家门口自己的卫星却把它们拦住了 说实在的 依莎我小时候也对美国载人登月 深信不疑过 甚至还当偶像来崇拜 但越长大越不信 我不信的点还真不在于 网上流传的什么旗帜飘没飘 影子两个方向 这些阴谋论的疑点 我的不信在于 从根源上讲 以前的我包括现在深信不疑的人 都把美国载人登月看成是科学探索 可越了解世界后 我越发现载人登月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探索 而是政治作秀 你看看当年登月后 尼克松那场天地通话 好嘛 52年前什么通讯技术水平 它就能做到无延迟通话 全球直播 2024年的今天我们都做不到 然后再看美国人登上月球以后干嘛去了 开始飙车 这他们真的太美国了 太好莱坞了 好嘛 第一次登月就跑那当该溜色鬼火少年 月球飙车去了 这任何一个质疑正常的成年人 都会觉得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再人登月是苏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竞争 展示国力压制对方的手段 这不是技术 是政治 科学探索也许不会造假 但美国的政治作秀 有真的吗 所以我看有人说 什么40万人设计的国家级大项目 不可能造假 但你真的低估美国的造假破例了 昂萨人不但忽悠外国人 连自己都忽悠 指路维马颠倒黑白 制造混乱这是人家的历史传统 冷战时期 美国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 就是专门造假 用来忽悠苏联的 它号称是美国对苏联的 太空防御系统计划 结果根本就是虚构的 那总统就是大言不惭的 拿着这个计划出来演讲 然后拍了几部电影 结果就真的把苏联给战略忽悠绝了 还有美国前两年被爆出来的 军舰用钢材参数造假 我们的科学家直到退休 也只能做到他们参数的70% 结果发现是假的 把我们的专家气得不轻 而知道今天那宇宙级造假 还在继续 没错 我说的就是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 你说他的火箭跟穿天猴似的 框框一顿炸 他就敢说要移民一个星 他是敢呀 因为不是火星好 而是火星远 真的远 远到足够可以把它熬走了 他也完成不了移民 但能换来股价上涨 这就是个完美的大饼 太好画 但是登陆月球这饼他绝对不敢画 因为这件事 中国人在他有生之年 真的可以做到 所以你该怎么相信美国的载人登月呢 更何况美国1961年 才刚刚能把宇航员送到外太空 仅仅8年时间 1969年就成功载人登月了 而且去的都是毫无经验的新人 而且轨道舱和登陆舱都还是手动对接 而且一登就成功登月6次 而且这6次都是在那个著名的大忽悠总统 尼克松的任期内 这都不叫航天技术了 这叫逆天技术啊 诶 但就是这么逆天的技术 52年后的今天失传了 这可不是我说的呀 这是美国NASA现任航天局长 接受采访时自己承认的 而且不仅是登月技术失传 整个美国的航天技术 在登月后瞬间坍塌 在后续的冷战太空竞争中 他们居然连自己的太空站都搭建不好 很快就坠毁了 而直到今天美国依然还在向俄航天局租用运载火箭才能勉强继续发射任务 总之相信美国载人登月就等于相信2024年的美国落后于1969年的美国 如今甭说登月了绕着月球飞他们都做不到了 所以他们只能举国之力搞虚拟现实搞AI 幻想自己在虚构的世界再次登上了月球 挺好 那就让美国负责幻想 中国负责实现吧 老美 咱们月上柳梢头 人约三零后 谁会在这下面就找到了 现在是什么 Tent 甚至你会说 是植¡ 成立的 感谢观看